我们可以用手指平摆在眼睛上方 眉骨后面的凹陷处 往左右平伏到耳朵前的位置 重复这样拉开的动作10到20次 当狗狗感到紧张或是压力的时候 为了保护身体内的重要器官 狗狗都会稍微拱起身体 这样的动作会让肩胛骨附近的肌群变得僵硬 我们可以用大拇指沿着肩胛骨的外圆往内按压 并且稍微上下滑动 就可以让这个部位达到舒缓的效果 这一集就让我来告诉你 怎么帮狗狗按摩最舒服 平常给狗狗的抓抓 摸摸 搓搓头 拍拍屁股 抓抓肚子 狗狗一定都很喜欢 但是其实这些都只能算是爱抚而已 可以让狗狗开心 但是如果要让狗狗气血畅通 养生 抒压 那就要给狗狗用正确的 有疗效的 有深度的按摩 我们人喜欢被按摩 因为有疗效 很舒服 很放松 狗狗也一样 主人跟狗的温柔接触 会同时让彼此都分泌幸福荷尔蒙 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全身上下都会感觉很舒畅 透过按摩狗狗的身体 会有九种改变 1.血液跟淋巴循环变好 2.血压降低 3.新陈代谢变好 4.肌肉放松 5.皮肤毛发变健康 6.舒缓情绪 7.减轻疼痛 8.加速从受伤与手术中恢复 9.改善神经系统 这么多好处 那要帮狗狗按摩 应该怎么开始呢 很简单 就是叫他现在过来 躺好不要动 来 我要开始帮你码杀机咯 哦这样太急了啦 有点粗暴 一点都不放松 狗狗会吓到的 其实很简单 1.主人要放松身心 狗狗会感受主人的情绪 如果你是很急躁 心里面很烦 脑袋里面还想很多工作的事情 你的狗狗都知道的 他也会替你担心 如果在这个时候按摩 就完全没有放松的感觉了 你可以给自己 给狗狗一点时间 好好的先让自己静下来 深呼吸 直到你心情平静 狗狗也会处于安稳的状态 再开始帮狗狗按摩 会是最好的状态哦 2.适合按摩的环境 家里面没有人走动 没有噪音 会让狗狗分心的地方 舒服的狗窝 狗床 沙发上 都会是很好的按摩地点 然后也可以营造 有疗愈感的气氛 放个舒缓的音乐 点上精油 让狗狗的各种感官 都会relax的感觉 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狗狗的放松哦 3.手机关静音 不管是主人或是狗狗 可能都会因为手机的来电 或是讯息而被打扰 甚至有些狗狗 对主人的手机反应很激烈 所以为了让主人跟狗狗 都好好享受这段时光 手机就可以关静音 或者直接关机咯 另外还有指甲 要记得不要尖尖的 因为按压大力的时候 会不舒服 然后地板如果比较硬 也可以铺上 舒服透气的垫子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记录每次帮狗狗按摩的感觉 肌肉伸展与舒缓的程度 长时间下来 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狗狗 因为按摩身体上的变化咯 狗狗最需要被按摩的 身心状态有四种 肌肉僵硬 情绪不安定 肠胃不适 老狗保养 1.肌肉僵硬 你可能会觉得 哎呀我的狗狗没有肌肉僵硬啊 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 不用按摩啦 但其实我们人去按摩的时候 也不一定就是肌肉僵硬的时候 才跑去按啊 因为按摩本身就是一种 调节身体的方式 可以提升肌肉的站立 唤醒狗狗的自愈能力 如果只是觉得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那真的等到狗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那就太完了 狗狗的身体 就像一个小工厂 每个部位都互相连接影响 所以常常帮狗狗按摩 就是对狗狗身体心理的润滑保养哦 腿部肌肉会僵硬 有可能是突然大量的运动过后 长时间不平衡的姿势 关节问题 就让人如果爬楼梯 跑步太多的话 就会铁腿一样 还有些狗狗有关节的问题 也会造成疼痛跟僵硬 这个时候就要用搓揉大块肌肉的方式来按摩 用整个手掌 大面的接触狗狗四肢的大块肌肉 把僵硬的肌纤维 缓缓的舒展开来 增加血液回流 恢复肌肉的柔软与弹性 也可以用肌肉压力点的方式来按摩 压力点 大部分都在肌肉的起始点 或是跟骨头交接的关节处 因此每一个压力点 都有一个相应的肌肉 这些压力点 会因为狗狗的运动 老化的缘故 让肌肉慢慢变得僵硬 让血液循环不良 甚至会痛 经常按摩狗狗身上的17个主要压力点 可以大大降低肌肉的紧绷程度 同时维持骨骼的整体协调 不会让过度紧张的肌肉 牵扯骨骼 导致疑味 针对狗狗腿部僵硬 我们可以在腿部的压力点上 用化圆的手法搓揉 再按压10到20秒 还有一种方法是刺激关节部位的穴道 狗狗的关节 也是大部分肌肉的起点和终点 所以刺激关节间的凹陷处 也会有疗效 我们可以用双手覆盖住关节接合处 轻柔的用大拇指 食指或中指 点状的按压狗狗后腿 吸关节后面有一个凹陷处 就能达到放松肌肉的效果 2. 情绪不安定 狗狗的心理跟生理一样重要 而狗狗有时候都会有紧张 焦虑 犹豫 不安的情绪 这些情绪都会影响狗狗的身体状况 所以舒缓狗狗的心情太重要了 摸摸额头 按摩额头 可以带动头脑因为情绪造成的气血停滞 消除负面能量 产生镇定的作用 我们可以用手指平摆在眼睛上方 眉骨后面的凹陷处 往左右平伏到耳朵前的位置 重复这样拉开的动作10到20次 捏捏头后颈的部位 后颈的三胶筋 是全身气的指挥中心 按摩后颈的位置 可以安抚情绪 帮助促进循环 排解大脑的压力 让头脑清醒 我们可以将手指平摆在头后凹陷处 沿着头两侧肩胛骨 一路往下按揉 按按肩胛骨的外圆 肩胛骨是位在前脚上方 胸椎两侧的两片骨头 连接着许多重要的肌肉 当狗狗感到紧张或是压力的时候 为了保护身体内的重要器官 狗狗都会稍微拱起身体 这样的动作 会让肩胛骨附近的肌群变得僵硬 我们可以用大拇指沿着肩胛骨的外圆 往内按压 并且稍微上下滑动 就可以让这个部位达到舒缓的效果 3.肠胃不适 狗狗的肠胃会因为天气冷热变化 乱吃东西 吃太多 吃太少 甚至体质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而不舒服 也会因为狗狗的年纪大 比较常睡觉 不爱动 或是生病 造成的食欲不好 都可以透过按摩来促进肠胃蠕动 平腐大腿 很奇怪吧 肚子不舒服干嘛摸大腿啊 但是其实 狗狗的大腿肌肉连接着腰骨 而且大腿也有跟消化有关的筋肉通过 因此放松大腿的肌肉 对促进肠蠕动会有帮助 我们可以将手平放 慢慢的从上往下辅顺大腿外侧 大约10到20次 疏通身体预制的气血 达到清肠排毒 帮助消化的功效 搓搓肚子 有时肠胃不舒服 是因为肠胃的蠕动过慢 胀气的状况 那就要想办法 帮助肠胃动一动 让肠胃通气 我们可以用薄荷精油或是绿油精 白花油 只要一滴在手掌精就好了 然后双手手掌摩擦到发热 然后轻轻按在肚子上 以顺时针的方式绕圈旋转搓揉 这样就可以让狗狗的肚子里面 暖暖的整个动起来 但是要注意不要让狗狗舔到哦 另外很神奇的手三里屑 足三里屑 都有腱胃整肠 止咳 止呕吐的效果 可以用手指指腹 以化圆的方式直接按压 每次按压15下 就可以改善狗狗的肠道状况了 4.老狗保养 老狗狗的身体状况比较多 血液循环不好 四肢末端冰冰的 肌肉的强度和弹性降低 视力听力感官都变差 体温调节功能不好 对生活环境的适应力变弱 因为这些原因狗狗自己也会感觉到不安 我们主人都可以细心的观察 还有用按摩来帮助狗狗哦 搓搓耳朵 对耳朵进行按摩保养 可以延缓狗狗变老的速度哦 耳廓的皮下 有超级丰富的神经 血管跟淋巴 每只狗狗小小的耳朵 上面就有上百个五脏六腑的穴位哦 我们可以将大拇指放在耳朵上方 中指放在耳朵内侧 也就是耳珠的位置 搓揉耳朵 轻轻拉一拉 不要让狗狗感到疼痛就好 狗狗的耳朵就会开始有点热热的 然后全身的温度也会跟着快速升高 尤其在冬天效果非常好 但是要注意 如果狗狗有耳道发炎化膿的状况 就不能这样做哦 龙骨顺气 龙骨就是脊椎 它就像是身体的主要输电管线 如果退化了 狗狗的身体就会产生各种问题 沿着脊椎的两侧 有着许多五上六腑的穴道 都是牵动着狗狗身体神经传导和气的输送 所以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顺着脊椎 从后颈摸到尾巴根部 可以帮助带动气的流动 有些一天睡很久 又缺乏运动造成的肌肉僵硬 还有骨刺造成的疼痛僵硬 都可以通过这样的平腐而获得舒缓哦 暗暗涌泉穴 涌泉穴是很重要的养生穴 就像这个穴位的名称一样 涌出泉水 通死水 灌溉泉身 刺激之后 可以达到肾水畅通 灭心火的目的 而且圣经的气血 好啦不是啦 是圣经的气血 也是由这个位置开始往上行 所以刺激之后 也能引气血 促进血液循环 我们用大拇指抵住穴位 轻轻搓揉五分钟 这样对老狗狗后脚循环不良的状况 很有帮助哦 好啦 按摩的秘诀到这边说完了 我们下期见